大家好 我是Ali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今個禮拜先停一停 沒有最新的關於移民的消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香港人拿特區護照 或者BNO 入加拿大有了ETA之後免簽 去了加拿大怎樣運工呢 因為很多消息都說 很多工業都有接受訪問 就是加拿大有超過一百萬份工是沒有人做的 如果怎樣去 用Visitor身份去加拿大找工作 找到工作之後 怎樣可以由Visitor轉數去工作簽證 或者學生簽證 以及怎樣繼續拿永久居民 然後變成公民 跟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第一個消息就是 你可以進去用Visitor身份去找工作 你有六個月的 因為在Pandemic之前 找到工作之後 你要回來香港等工作簽證 才可以批出來 才可以再回去 由這個Pandemic之後 加拿大的移民局改了 就是由2023年的2月28日 直到2025年的2月28日中間 如果你有一個Valid的Visitor status 即你進入後找到工作 那那個Employer就是成功地申請到 LMIA Labo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 或者又叫做Employer Specific Work Permit 找到工作跟你申請到 那現在的Processing Time 去申請LMIA 都是30天 就是 換言之你進去 一個月找到工作 第二個月 那個Employer 就可以幫你申請到那個LMIA 你就可以在Online申請那個Work Permit 你不用離開加拿大 繼續在加拿大等 那這個Processing Time 就是兩到三個月 拿到Ward Permit之後 你就可以去工作了 那做了一連夜之後 你又通過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就是去CREATE 一個Express Entry Program 就是特快通道 那如果你是有這個滿分的話 你就是被邀請 你收到Invitation to Apply之後 within這個60天 你要去申請抵交所有的PR文件 那你就可以成功地去申請民有居民 那當你在一個Temporary Residence的時候 那計算這個可以申請去做公民的話 譬如做公民的Residency Requirement 是五年住滿三年的 當你是用學生身份 Visitor或者是工作簽證 那個是當一年的 那你做了PR之後 你再多住兩年呢 你就可以去申請PR的 申請citizenship 那今個禮拜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